他是黑社会的 他是日本山口组 不服试试呗 让我的对手记住什么叫低调 出了国就到了外国 一定要记住低调 韩国壮汉赛前嚣张放话 扬言自己是黑社会 是日本山口组的 看不起中国小胖 要教他做人 那么中国小伙又会是什么样的回应呢 两个字不服就干 那这位如此嚣张跋扈的韩国人是谁呢 他就是韩国的明星拳手金赛勋 而视频中这位看起来憨厚老实的小伙 则是来自我国内蒙古的敖日格勒 是一颗MMA一节冉冉生喜的新星 今年27岁体重达到惊人的280斤 实业首场MMA比赛 仅用7秒的时间就轻松KO了对手 那么这位韩国选手金赛勋 为何敢如此嚣张呢 甚至是赛前发布会就敢动手打人呢 话不多说 咱们还是来看看这场比赛的结局会是什么样的 比赛一开始 韩国选手金赛勋不改嚣张风格 上台之前还对着镜头竖起了中指 看着就让人心里着实气愤 但俗话说得好 越嚣张的人越是没本事的人 熬日格勒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对比于金赛勋的各种嚣张动作 咱们能看到 熬日格勒表现的是沉稳异常 面无表情地做着热身动作 内心的愤怒无处发泄 那么就让他在擂台上宣泄出来 谁都没有想到 比赛结束得如此之快 短短的24秒就胜负已出 嚣张的金赛勋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惨遭奥日格勒摁在擂台动弹不得 一拳一拳地猛砸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然而韩国选手的教练又闹幺蛾子了 竟然不满奥日格勒对金赛勋的暴揍 趁着裁判拉扯之际 冲上来就想要打奥日格勒 实属是输不起啊 赛后相比于奥日格勒满脸笑容 金赛勋是瘫倒在擂台上的画面 让人很难不心情舒畅 那么你们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吗 并没有 时隔两年 也就是2018年的5月 金赛勋不服上次的落败 再次向奥日格勒发起了挑战 妄想着抱当年奥日格勒的KO之仇 然而这事是不可能的 两年前你打不过 两年以后结局依旧不会变 那是 这事是 金赛勋的 金赛勋的 但是 差点 失败了 但是 对 这这方面 只是 进行正式的 这方面 金赛勋的 连续重拳爆翻 打得金再勋又一次 握在擂台上动弹不得 放弃了比赛 奥尔格勒再次以TKO的方式 结束了这场二番战 不得不说 奥尔格勒的实力强劲 让这位韩国选手没了脾气 想来两次的KO 这位来自韩国的日本黑社会 以后怕是不敢再嚣张了吧 不知道大家觉得呢